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 带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9月15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发生什么变化 咱们还是看赫尔松战场 截止到9月14号晚上19点 根据这个乌克兰方面的报道 国防军继续击倒敌人 以便清理左岸的地带至少10到15公里 这个是国防军联合协调中心的叫 胡美纽克宣布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在蒂尼泊河左岸 乌军现在要在离这个河岸 10到15公里的这个地带要清理出来 根据这个胡美纽克的说法 他说把这个左岸10到15公里的地方 清理出来是为了蒂尼泊河右岸的乌克兰人 少受这个俄军的轰炸 因为普通的炮弹也就20多公里 30公里顶多了 那么俄军他不能靠前的话 把俄军的炮兵阵地推得越远 那蒂尼泊河右岸的乌克兰人就越安全 这是胡美纽克的说法 但是我想恐怕不是这么简单 乌军也可能是准备大规模的登陆 乌军还控制了蒂尼泊河入海口的 叫佩尔沃麦西克岛 这个岛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是蒂尼泊河上面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也是未来乌军要渡河的话 就是乌军要进攻这个金本半岛 是一个关键地点 这些都说明了乌军在为这个 将来渡河在做准备 那关于克里米亚呢 可以说啊 俄罗斯又遭受重大损失 为什么说又呢 是因为前两天 这个据说是二战以来 第一艘被摧毁的潜艇 这个叫花落俄罗斯的黑海舰队 而且是用这个导弹摧毁的 这也不容易啊 叫乌漏偏峰连翼雨啊 昨天啊 这个根据这个乌克兰政理报报道 乌克兰安全部门和海军在克里米亚的 叶夫帕托里亚附近 进行了一次特别军事行动 摧毁了价值12亿美元的俄罗斯 凯旋防空综合体 克里米亚那个上空啊 又一个防空系统被乌军给摧毁了 价值12亿美元呢 你说俄罗斯经得起这么造吗 这都卖多少天然气啊 得给印度卖多少那个廉价的石油啊 这想想的肉疼啊 乌克兰啊昨天公布了 就是打击塞瓦斯图巴港的细节 乌军啊 先用S-200饱和攻击 消耗掉俄罗斯的空中力量 然后再用这个风暴影进行打击 同时还有无人机无人艇 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目标去攻击啊 所以这个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啊 早已没有了叫招架之力啊 跟着俄罗斯方面说啊 这两个舰艇啊 一个叫明斯克号登陆舰 一个是叫罗斯托弗号潜艇 说损失不大 修一修啊 马上就能下水 实际上呢 大家可以看视频啊 这个明斯克号被袭击的这个样子 实际上也没有修的必要了 你这个修的还不如再造一条啊 修到河流马越能修得好 这炸成这样 那个潜艇现在还没看见 关于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啊 在黑海上面 他的这个叫态势啊 我们看看这个俄罗斯人怎么说的 一个叫弗拉基米尔索克洛夫海军山将 他是黑海舰队的司令 他被同行认为是酒精沙场能力超群的人 但最近的机场失败表明 他如何失去了主动权 并受到系统性挑战和可能缺乏想象力的阻碍 这个是俄罗斯海事研究所所长 他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的评价啊 他说2016年索克洛夫担任北方舰队支队司令 在叙利亚沿海执行任务 该支队包括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和彼得大帝 据国防部称啊 从2016年11月到2017年1月 该组织在地中海开展行动 包括约420架次战斗 然而海上环境是宽松的 这一因素将导致2022年海军普遍过度自信 这个俄罗斯啊 他有自信的资本 换句话说啊 实力啊 不允许黑海军的低调 为什么呢 你说乌克兰他的海军都没有了 然后这个那个时候啊 莫斯科号巡洋舰正风头震舰 号称是航母杀手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说这个北约西方的航母 建造这个莫斯科号巡洋舰 那是要绕着走的 尽量不要招惹他 你说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俄罗斯的海军普遍过度自信 那不太正常了吗 那一年在前任指挥官 奥西波夫 遭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损失 包括莫斯科和舍岛 索克洛夫被移交给了俄罗斯海军 索克洛夫获得了更多的资金和资源 来加强克里米亚的整体防御 特别是塞瓦斯托布尔的防御 他实现了这一目标 包括在塞瓦斯托布尔建立了相当有效的 综合地面和防空网络 他还对乌克兰进行了少量的打击 并维持了漏洞百出的封锁 但他在俄罗斯也被批评面对敌人过于被动 更重要的是海军的系统性问题和想象力失败 于今年夏天 乌克兰人聪明才智结合起来 扭转了黑海舰队的局势 这个俄罗斯这个海事研究所所长的说法就是 叫此消彼长 乌克兰的实力在上升 俄罗斯的实力在下降 叫乌生俄将 所以导致这个黑海舰队在黑海上面就失势了 对奥列列格尔斯基格尼亚克号 西格号和一万库尔克号的袭击 特种部队小船对克里米亚的袭击 夺回博伊科塔钻井平台 并导致其上留下的武器和雷达损失 克斥大脚的袭击 这些都是索克洛夫在周二之前失败的证据 乌克兰还可能迫使黑海舰队的战斗舰艇 参与民用船只的护航行动 使他们脱离其他任务 例如海上拒止任务 或黑海西北部的港口和桥梁保护 周二 乌克兰再次利用了系统性挑战和想象力的缺乏 俄罗斯干船屋空间的限制 限制了维修选择 将两个关键作战资产放置在打击方位内的 固定船屋中的想象力失败 令人震惊 他这个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干船屋 还是太小太少 空间小 他的干船屋也少 这个俄罗斯他没钱 没那个经济实力 维持这么一个庞大的海军 所以他只好把两艘主力舰艇 居然摆在一起 在那儿维修 正好让人家一锅多 今年夏天的战术失败 接二连三 乌克兰牢牢掌握了海军主动权 索克洛夫很可能感受到压力 要求舰队承担更大的风险 以恢复海军被侵蚀的地位 并在西北黑海重新建立 拒止平衡海 这个想法是多余了 换谁来当这个黑海军队司令 都没有办法扭转乾坤 对俄罗斯黑海军队来说 这叫大势已去 剩下的就是时间问题 俄罗斯的势力 从黑海正在逐渐逐渐的退出 俄罗斯在黑海的影响力 也逐步逐步的在缩小 这恐怕是黑海沿岸国家 所喜闻乐见的 大家都是乐见其成的 暗自鼓掌叫好 关于这个扎伯罗热战场 还有巴赫木特战场 没有太大的变化 巴赫木特战场 那个克森已经被乌军拿下了 安德里夫卡呀 恐怕也已经被乌军收复了 接下来乌军的重点 恐怕就是巴赫木特 以及巴赫木特北裔的 叫苏洛达尔那个盐矿城 当然了也有可能啊 这个克森啊 和这个安德里夫卡 又要被俄军夺回 俄军不可能就这么 甘心失去这两个地方 这是南大门啊 这地方一丢失巴赫木特 基本上就凶多吉少了 对乌军来说 他也愿意把这个巴赫木特 以及他的南义 当做一个诱饵 稳住俄军 这个恐怕大家都看出来 这个乌克兰人呢 他就死死的守着这个巴赫木特 西边的啊 叫卡索菲亚尔 还有克森的西边的 这些高地 山头 乌军是死死的守着的 居高临下 下面的村子啊 小城镇呢 就跟俄军互相争夺 把那个什么克森啊 安德里夫卡啊 就当做诱饵 吸引俄军来进攻 但是从这个 稍伊谷的布防来说啊 俄罗斯人也不傻 巴赫木特很重要 但是呢 在巴赫木特的 都是些杂牌军 就是俄罗斯的 正规部队啊 很少 那他的这个精锐 部署在巴赫木特更少 你看都是些什么部队啊 最早的时候是瓦格纳 反正他不是正规军嘛 不是稍伊谷的嫡系 后面呢 现在是谁呢 现在是什么车臣的抖音部队 麦克阿什么哈特营 然后又是什么 敦列次克的 什么第四旅 还是第四军啊 就是地方民团 进入这些杂牌部队 稍伊谷把主力啊 俄罗斯的精锐 58极端军 放在扎波罗热 这就说明 俄罗斯人清楚的很 什么地方最重要 扎波罗热最重要 扎波罗热丢了 那俄军就意味着失败 巴赫木特丢了不要紧 还可以再抢 不影响大局啊 所以在巴赫木特这 你看都是杂牌军 把战斗力强的 都抽掉到扎波罗热去了 当然了 乌军也把精锐啊 也抽掉到扎波罗热 所以乌军也很有意思啊 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扎波罗热 但是扎波罗热这好像进展 不是特别顺利 每天五十米 多了两百米 但是乌军却在黑海上面 哎 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 俄罗斯国防部部长 稍伊谷说啊 俄罗斯在乌克兰前线 保持积极防御 俄罗斯国防部部长 稍伊谷周三表示 面对乌克兰的反攻 俄罗斯军队正在保持积极防御 莫斯科别无选择 只能求胜 稍伊谷表示啊 秋季战役正在进行中 他在接受俄罗斯一号国家电视台记者采访时承认 前线某些地方局势很困难 部队正在必要的重要的战线上保持积极防御 在某些地方比较困难 在另一些地方则比较容易一些 他说啊 这可是俄罗斯的国防部长稍伊谷啊 亲自承认在乌克兰前线很困难 俄军是叫积极防御 所以什么北线呢 哈尔科夫啊 克里米纳那个进攻啊 都是假动作 俄罗斯还是以防御为主 关于在扎波罗日前线啊 这个很多西方装备啊 鲍尔坦克 布拉德利战车 被反坦克地雷啊 给炸掉 这个视频很多 普京啊 稍一股 每天见到记者啊 肯定要大肆宣扬的 就是催回了多少辆 西方的坦克 转甲车 好像这个 德国的鲍尔不咋地 布拉德利也不过如此 实际上呢 这些武器啊 先进就是先进 你得承认 虽然在地雷面前啊 人人平等 但是 不能掩盖它的优点 这个俄式坦克啊 就没有办法 跟这个西方的坦克对决 为什么呢 把大家看一段视频啊 这个是 在扎波罗日前线呢 啃硬骨头的 乌军的47旅 他们的战士 他们是坦克手 驾驶鲍尔的 你看看他们怎么评价鲍尔 大家看视频啊 我是一名 鲍尔坦克的指挥官 我的爱车叫信女 我们现在在战事激烈的 非常有挑战性的地区 炸波罗热地区运作 我们把这些战事总结为 防御反击 这个坦克的优点 嗯嗯 当然就是速度 确切地说 还有就是操控性 这车非常好开 非常快 而且 它还非常精准 我们非常感谢 提供援助它的西方伙伴 我们希望他们的继续支持 越多越好 这个车啊装备有两门7.62的机关枪 还有120毫米滑膛炮 我还能开着它晚上加班工作 它上面有一个夜视仪 这车能给我们提供4公里的视野 让我们能够有效杀伤敌人 还有车辆 接近100%的成功率 作为一名步兵 我们正在训练 来说它需要坦克驾驶员 只有二个人自愿报名 然后他说 他还想要 我告诉他说 我想试试 但是我没有任何经验 我都没有见过一次坦克 我们会叫你 他们说 他们训练 我们 然后接着当兵 过了半年 我们的连队只会跑来说 我们将要去学习报二坦克 我们都欢呼不已 我们都只在报纸上 看个宝 不是所有人都相信 然后 是的 我来 我学习 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非常幸运 能得到这种装备 我告诉你 我非常满意这车 特别是以前 我们是开特64的 我们训练了一个月 我们开他们打仗 还没多久呢 然后 我们就换马开了 困难很大额 因为这车的主要优势是 成员生存 这意味着 当你进它里面 你的身体可以更松快 你的同伴也是 苏联姑娘可没这能力 苏联姑娘都不耐保护设备的 所以说 你都没机会把吊跑路 第二点 可能不是最重要的 但对我来说 德国你有感觉很舒服 在我们工作中 速度都是第一位的 因为你必须边开边打仗 速度快 好开 很滑 作为一名炮手 我对他的观瞄系统非常满意 他非常棒 我能准确看到四五公里远 甚至更远 我能看到载具 也能看到人员 还有啥可说 非常稳啊 这是最重要的部分 我们可以开它上五十到六十千米每小时啊 在非常崎岖的地段 我可以跟踪一个目标 非常平滑 就像电视上放的 德国扭在身上放一杯啤酒 真的啊 边开车 他身上的啤酒能一点不撒出来 所以啊 我们需要更多的这种坦克 如果有更多的新功能 我们会更震惊 我名字叫鱼雷 我是这车的装填手 我的职责是武装这辆车 在战斗中装填弹药 炮手给命令 填哪种炮弹 我们要打什么目标 什么时候去打机关枪 真的感激我们西方伙伴的官员对待我们合作 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有多难 通过训练 教官和我们的交流方式 理解我们的困难 就像拉达和特斯拉对比 他们有非常多的疑虑 比如我们能不能开好这车 使用这些科技 他们非常惊讶地说 干得好 你们做到了 他们没想到 我们能在这么短时间搞上它 我们一般从晚上干到黎明 主要是这坦克的最有效功能 就是晚上用 就像纸猫 它为什么叫豹子 因为它快 它就是个顶级烈食者 很困难 反攻非常困难 最难的任务是 保住我们拿下的地方 我们只能尽我们所能提供帮助 摧毁敌人保护地盘 每次步兵见到一辆坦克 他们都能量满满 当然没有步兵 我们也什么都不是 步兵也离不开我们 我们互相帮助 合作 讨论 在战斗任务之前了 所有的细节都要讨论 我们怎么推进 怎么沟通 谁负责哪个方向 谁掩护 这些任务对你来说 怎么才算胜利 可能是当我老婆叫醒我 对我说 快点去工作了 当没有防空警报 当我们小孩能去上学 去幼儿园时吧 这个视频啊 坦克乘员的保护性就强得多 那个俄式坦克啊 他基本上不考虑坦克乘员的安全 这个47旅啊 被摧毁的鲍二坦克最多 所以他们说这些话 实际比较靠谱 如果鲍二坦克性能不好 这些乌军士兵不可能说 再多给一些鲍二坦克 这个泽伦斯基啊 向坦克部队立功人员受训 这些人在前线 驾驶着鲍二 也有可能是T80、T72 总之是坦克部队他们立功 泽伦斯基给他们嘉奖 大家想一想 这战争爆发之前 乌克兰哪有这么多坦克啊 结果乌克兰那真正的是 叫越打越强啊 反过来看看俄罗斯 是不是越打越弱 已经弱到什么程度啊 跑到朝鲜去 跟朝鲜呢 要这个弹药 根据这个布达诺夫中将的说法啊 他说平然一个半月前 就已经开始向俄罗斯供应弹药 俄罗斯军队从平然接收了 122毫米和152毫米炮弹 以及多广火箭炮的炮弹 布达诺夫还说啊 我们的消息 来自克里姆林宫的某个办公室 这里啊 我们再说一说这个 晚上最近关注俄乌战争的一个热点 两个热点 一个就关注马斯克的 一个就关注这个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 什么个主任的 这个马斯克啊 实际上我已经说过了 我理解的啊 他恐怕就是 他不搞了个自撰吗 想卖书 这个书商和出版社啊 为了吸引眼球 就把书里面一些 就是爆点 能够抓眼球的 不为人知的 挑出那么一两个事来宣传 结果这下炒糊了 宣传什么呢 不就是宣传他 什么在克里米亚 他把那个新链 那个信号给关闭了 这个恐怕是事实啊 什么叫事实呢 就是乌军啊 到了克里米亚 他的信号就失灵 新链不提供服务啊 现在啊全世界大家帮猫头对准马斯克 连美国的国会 好像有一帮人要调查马斯克 是不是有通敌行为 有卖国行为 这个事情呢 因为我没有办法 找到更多的资料 所以我认为啊 马克龙啊 恐怕就是炒作炒糊了 有这么几个疑点 对吧 或者就有这么几个地方 大家说要这个重视的 就第一个 马斯克这个人呢 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刚开始的时候 这马斯克好像在推特上面 要跟普京单挑 好像还说普京 攻击普京啊 对吧 然后说普京拿核武器 威胁全人类 大概这意思啊 大家可以回忆回忆 找一找 总之 马克龙 马斯克啊 可是向普京挑战过的 他还要跟普京单挑 好像就跟那个 Facebook的那个扎克伯格 单挑一样 第二个呢 马斯克可是真金白银的 援助乌克兰 钱没少话 这个也是事实啊 所以马斯克这个迷惑的行为啊 还需要再仔细观察 就是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另外一个方向呢 乌克兰人 好像骂马斯克的 没有那么多 也有啊 这个 又是总统办公室主任 说马斯克怎么着怎么着 但是其他人好像这个 没有那么愤怒 恐怕大家心里也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马斯克把心链给关掉 这里面肯定有隐情啊 知道的人 心知肚明的人呢 他不愿意说 不知道的人就开始猜测 说马斯克是不是 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加上马克思啊 加上马斯克 他真说过 什么克里米亚呀 好像属于这个俄罗斯之类的啊 所以这个 把这个事情搅得特别混 就是马斯克这个人 到底是什么一个态度 变得模糊了 我还是那句话呀 他说什么不重要 你看他做什么 第二个就是 乌克兰的总统办公室主任吧 他好像把东方大国啊 都给嘲弄了一番 两个东方大国一起嘲弄 给人感觉好像 把两个东方大国 摁一起摩擦 这个事情我是这么看的啊 首先一个这个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 说的这个话呀 他是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的 但是这个是谁转发的呢 就谁把他披露出来 是俄罗斯的媒体 所以这个就很可疑 有这个断章取义的意思 比较片名 为这个是感觉到愤怒的小黄啊 恐怕他也没有看过原版的 没有把这个上下文联系在一起看一看 到底什么意思 估计没有 他们就是看了俄罗斯媒体啊 叫今日俄罗斯 一转发一宣传 他们就生气了 我没有看到这个原版的啊 这个媒体对他的采访 所以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咱也不知道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即便他说了这样的话 又能怎么样 就我们不能因为某一个人 说了某样的一句话 就否定这个国家 就个人是个人 国家是国家 集体是集体啊 如果乌克兰啊 他的代表国家 乌克兰的外交部部长 说我代表国家 我宣布啊 你这个东方大国啊 这俩国家好像智商不高 那另当别论 如果个人说一句话 你只要追究 你说把他上升到代表一个国家 乌克兰好歹有四千万人啊 那你四千万人 他总得有些人 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 他能代表乌克兰吗 就像东方大国一样啊 东方大国十几亿人 说什么的都有 不同层次的人说什么都有 不一样有高官说什么 你们前面打 我后面照应着 那这个咱们能说是代表国家吗 对吧 有些人他这个个人呢 说话的时候 很难做到叫什么滴水不漏 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滴水不漏的 有的时候说漏嘴了 或者是说的前后照应不上 就被人给抓住把柄了 把他放大 进行炒作 这也是一种情况 刚才说的 即便这个人 这个乌克兰的办公室主任 他就是这么想的 也不能说明什么 我们不能因为乌克兰 有这么一两个人 或者有一小撮人 说一些不好听的话 然后你就否定 乌克兰人现在做的 叫反侵略斗争 反侵略是反侵略 对吧 咱们支持的是反侵略 不是支持乌克兰某个人 也不是支持说乌克兰这国家多好 那个跟咱也关于不大 作为一个正常人 一个普通人 这是最起码的一个概念 就是侵略就是不对的 我们反对侵略 所以我们就支持那些反侵略的 你做不到支持 那你至少不要打击人家 不要对人家冷嘲热讽 把个人的言论和这个国家要区分开 东方大国既有黄俄 也有这个支持乌克兰反侵略 如果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 他的原意就这个意思 他就是说东方大国智商不高 那我觉得你骂他没有问题 大家网上攻击他也没问题 但是你要把他跟乌克兰分开 你不能因为他说了这句话 咱们就攻击乌克兰的 反抗俄罗斯侵略的这么一个 叫震担性正义之举 所以说一码是一码 你不能把它混到一起 所以我对这种信息 我一般都是屏蔽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讨论 但是我看又玩一玩 让我说一说 供大家参考 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